我是机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又又又又又要看一个湖景庄园 这个不仅是一个湖景庄园 并且是一个豪宅庄园,法式风情 这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家 让我们赶紧走近看看 这是一个法式或者是地中海风情别墅 其实呢,现在的别墅的性质很难说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款式了 揉杂在一起吧 门口是一个呼形的 你看基本上除了现代风的话 其他的一些风格都会有一些圆弧形的形状在 这个地方有一个天井 有可能这个外科医生也信风水 打开门,其实高挑的客厅和高挑的楼梯 然后再往里走 就看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湖景泳池超大后院占地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其实豪宅有这么好的风景 也没有什么惊喜意外的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们现在先吹一波这个硬性条件啊 这个房子它的硬性条件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离亚洲城很近 但是呢,这个房子的学区其实很一般 它是个ABB学区 进来仔细看一下整体的互信感 这个地方是高挑的大客厅 因为面积比较大 任何的一个位置的空间感都是很好的 那我就不吹它的空间感了 谁让它是一个豪宅呢 豪宅不就应该有好的空间感吗 那在豪宅的区间当中 你看啊,所有的炉灶啥的都是很好的配置 镶嵌是冰箱,啥啥都有了 后面是洗衣房 洗衣房带着洗手槽 还带着很多橱柜 可以放很多的杂物 这些基本上的生活要求都考虑到 打开这门看看是什么 我们打开之后就会发现 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车库门口的位置 你看它车库门口有这么多的硬化 所以你就可以停非常多的车 在这边是一个三车库的设计 这个房子也是瓦顶的屋顶 所以是永久的屋顶 它离邻居比较远 你看邻居还在盖呢 邻居盖的就是一个定制豪宅 这附近全部都是定制 车库不仅有两个车库 旁边还有一个高车库 这种高的车库可以停船 我没有船啊 我要是有船的话 我也需要这么一车库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船呢 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没住豪宅 那我为什么没住豪宅呢 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买不起 嗯是的 这边是大客厅 这个地方的地税比较低 它税率只有2.1 因为邻居顿整体的税率 大概就是在2到3点几 越新的房子税率就越高 越旧的房子税率就越低 这个房子税率低 完全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地方 就没有一个市政建设税率 所以这个地方税率才低的 厨房旁边还有这么一个吧台 嘿来背 然后吧台再往旁边走 就是一个活动室 这样的一个活动室 打台球或者是你在这放一钢琴 也体现优雅 豪宅面积大嘛 就是用来浪费的 到现在咱还没进卧室看看呢 打着台球外边景观 是不是有点哇塞 活动室旁边一定是要有洗手间的 这样你的客人才有地方上厕所 对吧 那像这种细节的结构设计 在豪宅当中应该都算是 做的比较细致的 没得说 然后我们再从这边走过来 就是主卧的位置 这么久了 我们终于就要进主卧了 我还有点小激动 我不知道这个豪宅主卧啥样 一进来我就发现 哎 刚才说的话全是白说 这不是一个主卧 这是一个客卧 主卧在哪 我还没找到 哎 这客卧就面积比较小 但是一样是可以看到湖景景观的 因为后面有个湖景 尽量把卧室都能让他看到景观 尽量所有的房间都能看到景观 如果设计师把很多房间搞得看不到景观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这个设计师水平不行 第二就是这房子是老房子 以前的理念不同 那这边是一个书房 外科医生的书房 还是干净整洁的 再往里走 这终于终于进到主卧了 哎 主卧还有壁炉 虽然在德州这种地方根本就用不上 但是装饰的作用更大一点 有壁炉才是一个高端美式家庭的 标配嘛 一进来到了一个色系特别不一样的一个洗手间 你看它的其他的色系都是稍微深点的颜色 但是这个洗手间的色系变得非常的浅 这淋浴间并排撒孩子一起洗都可以 然后再打开这边这个门就到了这个衣帽间了 女生都对衣帽间是很重视的 因为你可以放很多衣服呀 你看这个衣帽间带着窗户并且它的隔间非常的多 隔间这么多就是有好处 隔间这么多可以放好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说到底啊豪宅就是每个都有自己的个性的 因为买豪宅的买家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性 有的人就喜欢这种感觉 那他就真的喜欢 有的人就觉得就这房子还值多少多少钱吗 就觉得会不喜欢 老规矩后面说价格不准快进哦 我设置了一个快进就不告诉你价格的功能 现在我们上二楼上二楼全部都是木地板 这个也很正常哈 然后在公共区木地板 然后里面就是地毯了 因为这边是一个卧室来的 然后带着洗手间都是套间 要是一个房子特别便宜 做了全都是套间 我会觉得惊讶 但是一个豪宅做套间 那就是洒洒水 那这个豪宅他的优点还就是比较新 然后地税又比较低 再加上他的这个设计感还是比较好的 可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讲 他好像缺了一点点让我觉得惊讶 哇塞的一个一点点东西 这边是他另外的一个房间 你看他每个卧室都能放下很大的床 其实每个卧室都能放下一米八的床 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的 这小景还是很不错哈 看今天这个外科医生的家 有没有点小心动 或者有没有点小惊喜呢 这个是一个230万美金的豪宅 你有没有猜对价格 猜对了的话再留言告诉我吧 如果你喜欢休斯顿的房产 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打我电话或者加我微信联系我 我是鸡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